发现呢,这钱里边有一张错版人民币 他找了一家拍卖公司给他鉴定了 说这个错版人民币啊,市场价能值一百万 你看本来是一张一百块钱的钞票,居然能值一百万 这不等于天上掉个馅饼吗 那么,我们大家通常意义上认为的错版人民币 到底是不是这个类型的人民币呢 是不是你有了一张错版人民币,就如同买彩票一样 中个大奖了,这馅饼就砸到你脑袋上了 ATM机取出错版百元钞票,估价竟然高达百万 百元换百万 说刘先生手里这一百块钱到底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这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他为了交房宗 用银行卡在这个ATM机上取钱 结果他一张一张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人民币啊 这一百块钱跟别的一百块钱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就是这人民币我们都知道这里不有水印吗 你透着光怎么的都能看得见 他发现这个左侧的水印啊 跟其他人民币对着一笔全部一样 这个刘先生当时第一反应的是,这是个假钱 因为他现在这假钱也不算少见,假的 但他又怀疑,他就拿这个到银行去问起 说我这是假的还是错版人民币啊 结果这银行工作人员给他用 就是高水平的这种验钞机 验来验去 说没错,这就是真的 这肯定是真的 估计这是印的时候印错了 这银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说把它给收回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规定呢 正在流通的货币 如果出现了错的情况 残次品的情况 那么银行是有义务把它回收的 就像是假钱 银行要发现了也必须得没收 和这道理一样 当然呢,要是真钱的残次品呢 你把这个银行给收回来 也得等格的给人这一百块钱 但是这个银行工作人员呢 可能也是刘先生坚持 就也没给他回收 就这么给刘先生说 这既然是真的 那这就是传说中的错版人民币啊 拿这个他就奔了一家拍摆公司 拍摆公司给他鉴定完 说你这样值一百万 哎呀,把刘先生乐的 真是错版币的话 能值好几万 动不动就上十万,上百万 好像是中了头的彩票的感觉 那么说这个 是不是就是大伙一直说的错版人民币呢 不是那个概念 如果你认为这是错版人民币 说明呢 你长久以来对人民币的印刷不了解 甚至有误解 你想想咱们国家 这人民币每天发行量得多大 就印人民币这模板 原来这雕板 这是不可能错的 因为他在投胖使用过程当中 那都不知道得经过多少人来这个检查呀 琢磨呀 哪对不对呀 这个版不可能错 所以一旦出现跟正常人民币不一样 但是又是真的 不是假的 都叫错版人民币 这是不对的 因为人民币的版是不可能错的 所谓的错版人民币是什么呢 应该叫错误印刷的人民币 或者叫便移版的人民币 这更恰当一点 常见的变移是什么 就刚才我说水印的印错了 或者水印的花门倒过来了 或者哪个地方 门印上是白纸白地 或者哪边漏印了 或者扔出同一号来了 这统一是属于错误的人民币 你不能叫错版人民币 是印刷错误的人民币 变体或错体的质地 在流通中确有个案存在 产生的原因 基本上来自钞纸上和印刷中 比如由于印钞纸错位 折症 人民币可能就会出现 富尔 折白 水印瑕疵等问题 与印版无关 而本次新闻中 刘先生从ATM机中 取出的这张错版币 正是因为印钞纸偏移 而造成了水印瑕疵 如果纸币出现漏白 漏色 错色 墨污 水印移位 裁切偏差等问题 则是因为印刷过程中 由墨而导致的 也与印版无关 这些变异的印刷品 均属于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不合格产品 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我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经常使这一百五千 五十块钱那几毛钱呢 这是早印出来的 首先一道环节是选这个印纸 因为人民币的纸啊 和咱们平常用的一般纸都不一样 它也比较耐容 也比较不容易被撕裂 而且是耐酸耐碱 上面呢还能有很多 印上很多水纹 它是特殊纸杖 这特殊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有的朋友 我就有过这经历 比如说从银行 取出一万块钱 咱说嘎嘎新的啊 最新的票子 点 点完之后你不识不觉 我有次就发现 我这十纸这 就划出一套口来 都出血了 就人民币那个纸啊 很锋利 就它和一般的纸不一样 咱们一般的印厂 我们都知道 就是我是做过杂志的人 我知道 这印刷过程 不管你是平板印刷 还是轮软印刷 你事先呢 要在纸张上试一遍 调试的最佳效果 才开始印 咱用多少磨啊 怎么怎么这些 但是人民币不行 它在试着印刷的时候 只能在普通白纸上 不能在深圳印钞纸上印 为什么 印钞纸是有数的 就哪怕你有一张 摘上磨了 不能用了 你这张都得往上报 说我有一张 不能印了 备案 然后再由相关部门来 全程录像 把它销毁 登记在案 为什么 一张印钞纸就是一张钱呢 那是一回事的 所以选纸这一块 非常关键 这由于所有的人民币 都是机器 你说 出点错是难免的 有人说 那机器一方还能出错 我举个例子 可能这纸啊 印钞纸进入到这会之后呢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跟哪儿 就稍微的有个小纸 结果再往下印的时候 啪给它拍扁了 再到下一道工区 再接往下印 还那样 结果呢 你把它打开之后 那么出纸的内侧呢 就没印上 这就常常说露白 一折出现白的了 这就印刷过程当中 可以说 偶尔会出现的错误 那么 其他的像露印的了 水人弄错了 就包括把纸选出来 有的这时候呢 工人呢 把这纸呢放到这儿呢 你得按照水印的方向放 如果你要是放反了 那水也就到过来 整个这人就都作废了 所以这选纸过程 到印刷过程 出现这些错误 不是没有纠错机制 这个出现的概率 极少极少 非常小 然后到第三道工序呢 就印完了之后 放这儿呢 都是由工人来检查 看看有没有印漏的 印错的 哪会儿 这一关倒是细到什么程度呢 必须是一张一张的 在这灯光底下 画画画镜底下 足以的看 然后这才能真正出场 就人民币出场 规格是非常严的 那么经过这样的检测呢 大致它人民币出现 印刷错误的可能啊 甚至千万分之一都不到 就是数量太小了 但是不等一点没有 所以这些年呢 我们大家偶尔都能听到 出现了错误的人民币 在市场多少多少钱 就是它不是一点没有 它是有的 俗话说 物以稀为贵 小小一张错版币 成了收藏大热门 拍卖公司开出百万估价 然而错版币持有者 却为何四处奔波 求卖无门 天价估价的背后 究竟藏着什么猫腻 我们大家偶尔都能听到 出现了错误的人民币 在市场多少多少钱 就是它不是一点没有 它是有的 合肥的何先生 有一张水印倒置的 百元人民币 他将这一信息发到网上 上海一家拍卖行 竟愿意出价230万 消息随即 因发轰动 济南的王女士 有两张连号的一角纸币 纸币上国徽图案 比正常纸币的色泽要浅 右下角本来该有的 一角滋养缺失 成了空白 王女士将手中的这两张错币 晒到网上 每天都会接到数十个 自称拍卖行工作人员的电话 给出的起拍价 一般都是200万到300万 最高的 最高的 给到过800万 由于挫板币收藏门槛低 市场估价却十分诱人 所以挫板币自然成了那些梦想一夜暴富的收藏者们 竞相追藏的新宠儿 然而 真正具有收藏价值的挫板币 只是凤毛麟角 成功成交的案例 却更是微乎其微 那么我们很多朋友也听过这报道 一个挫板人民币出去之后 哎呦这值钱了 几十万的 上百万的 还有说800万 有说上千万收购一张 这都有 那么这是不是真的呢 这里头有真有假 绝大多数是假的 为什么都是假的呢 假如我手里有一张挫板人民币 我在没找到买主之前 我可能就会吵 我说这个也不是我的 我从哪儿哪儿弄的 我花了一百万的 你说我买了就一百万了 可能这价格底就是一百万 你再想从我这买一百二十万 一百五十万 我就挣钱了 把价格就太高了 就是它是一种炒作手段 你看到的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有时候越来越猎 这是一种炒作手段 有时候那不对 我看拍卖行 拍卖 我见着过 他一张拍了几百万 那个拍卖行里头水分也很大 就是他为了把这玩意炒起来 经过拍卖不宣传出去了吗 它其实是个假拍卖过程 我可能我这边去拍卖去 我让朋友拿钱再把它买回 兜一圈 把这个价值一下洗得很高 凑板比估价百万的新闻不断出现 曝光了如今拍卖行业 存在的乱象 不少高价流拍的背后 是一些拍卖公司为了赢得市场关注度 从而联合拍拖 炒出的虚假高价 有的拍卖公司为了盈利 对于拍铁来得不拒 还乔丽名目来赚取服务费 甚至为了佣金 造假 支甲拍甲 记者在地摊上买了一块50元的石头 拿到拍卖公司鉴定 没想到在鉴定师的口中 一块地摊货 竟然摇身变成了高级玉石 从2005年至2012年间 有24幅陈丹青假画 在拍卖堂上 以高价拍出 一位拍卖业权威人士 曾私下线记者透露 现在艺术品拍卖 包括股丸 拍卖保证率不超过30% 拍卖法第61条第二款规定 拍卖人 委托人 在拍卖前声明 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 或者品质的 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根据该条不保证条款 只要拍卖公司事先声明 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即使买家拍到鉴定 也只能自认倒霉 这一点咱们有朋友搞拍卖的 或者说你经常接触 字画古玩你明白吗 比方说画 张大仙的画 假如说这一幅不值一千万 到拍卖市场拍出两千万来了 为啥呢 拍这个人 玩了一个左手跟右手的游戏 我给拍卖公司一定的佣金 目的上把这画价格炒起来 一下炒到两千万 这时候我手里有五六张张大仙的 你想想那什么价呢 原来是不到一千万 现在能炒到两千万 我再往上卖不就值得钱了吗 所以这是一种常见的炒作手段 即使偶有这真的 说找这个错版人民币 真就卖出去了 那冤大头不定哪天哪月能找着 为什么呢 真正收藏用笔卡的这些人 他是不拿着错版人民币 特当回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错版人民币 出现的概率极小 你这市场滑了滑了也没多少 它根本形成不了一个完善的市场 它不像你要说八零连的投票 不像说原大头 说过去送贷的股钱 它毕竟数量在呢 有数量才有市场 才形成价格高低 形成一个利润 你这个没有基本数量保证 就没有市场 所以你说错版人民币 现在比如说你在网上 我要买什么什么 估计一堆片子上来 有价无市 所以这个错版人民币 能卖多少钱 应该是什么样的炒作规律 市场规律 现在都没有莫清楚 就没有一定之规 等真正搞收藏的 想从这里边 有的收了错版人民币 也是自娱自乐 搁手里玩 等真正指着挣钱的 假如说我用八十万买了错版人民币 不知道后来是马月能卖的出去 你还进你手中 你再出去变现 那可太难了 就说这个处在有价无市的状态 而且你会发现 很多拍卖给你出 他给你出价 这里头有冒地儿 如果你委托他给你拍卖 那好 你之前得给我宣传费 拍卖完了得给我用金 我在杭州这边 他们说能值一百八十多万 公司说是真的 但是他让我要交一万多块钱 那那个好像是 就手艺费嘛 他们帮我们包装一下 他说 这个用金比例跟宣传费比例 都是以什么定的呢 以他的拍卖价格定的 比方说我拍卖价格 假如说一百万 先去宣传费 你先给我一万块钱宣传费 我要说你这就十万 那百分之一宣传费的话 你才一千块钱 当然正规拍卖公司 拍卖之前是不会收你宣传费的 但是一些乱七八糟 小拍卖公司 健保公司 他要说给你炒作这事 给你宣传 他收你宣传费 所以这些人出于利益的目的 容易把这卖主 给忽畏的五名三道的 不知道怎么事 拜计